说到动物王国,猫是了不起的父母,因此,当一只猫收养了一只小狐仔时,它做得非常出色。 可几年后,却发生了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亚瑟是一个喜欢露营的人,他经常从他在城市的家中前往附近的山区,在那里他会扎营并在荒野中度过几天。 露营不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且还让他有机会独处,从城市繁忙的工作中放松身心。 一个人待在他的帐篷里,什么都没有,周围也没有人真的是亚瑟心中的天堂。 亚瑟从事金融工作,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疯狂打电话,追人要钱,投资,存入现金,查看股票和股票上,而且通常都是被人挤得喘不过气来。 这是一个高压,快节奏的环境,亚瑟不能否认他喜欢她。 但是能够走出荒野的寂静是将所有压力和压力抛在脑后的完美方式,至少是暂时的。 但是有一天,在他的一次野营旅行中,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某件事永远改变了亚瑟的人生轨迹。 但那是什么?继续观察,找出难以置信的,几乎难以置信的答案。 坐在帐篷外,一边点燃他生的小火,一边看书,一边喝着他的咖啡瓶,亚瑟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哀鸣般的尖锐的声音声。 亚瑟在这些山上待了很长时间,他以前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所以他对它来自哪里,以及他可能是什么感到好奇和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酒瓶和书本,亚瑟小心翼翼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由于树木正在减弱声音,因此很难确定噪音的来源。 此外,边界会反射声音并使其从各个不同方向反弹,但最终,亚瑟转过一个拐角,看到了让他张大嘴巴的东西。 在他面前的地上,躺着两只小狐仔,他们只有几周大,看起来非常无助和毫无防备。 作为一个爱猫人士,亚瑟的第一个念头是把他们捞起来带到安全的地方,但他知道他们一定在某个地方有母亲,或许他是去拿食物去了, 又或许他就在附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亚瑟。 不管怎样,亚瑟将幼崽留在原地,尽管他在接下来的野营旅行中不断回来查看他们,但变得非常明显的是,没有人会来抓小狐仔。 没有妈妈,小狐仔们真的很无助。 当亚瑟注意到他们受得令人痛苦时,他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于是,他收拾好露营装备,抱起两只喵喵叫的小狐仔。 他会把他们带回家,自己照顾他们。 回到家,亚瑟走进去,发现他的猫公主正准备迎接他。 他是一只漂亮的小猫,生过好几窝小猫。 亚瑟全心全意地爱着公主,晚上能够坐在他身边抚摸他是帮助他在漫长而忙碌的日子后减压的另一件事。 不过当公主看到这两只狐仔的时候,顿时好奇了起来。 他的目光从两只幼崽转向亚瑟,仿佛在询问他们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哪里。 不过,亚瑟没有时间进行介绍。 他知道,如果幼崽还有一线生机,他必须尽快给他们喂些食物。 公主看着亚瑟为喵喵幼崽几片肉,让他们狼通虎咽了一整碗牛奶。 就在那时,公主做了一件真正令人惊讶的事。 他走到幼崽身边,开始用舌头舔势他们。 尽管幼崽和公主一样大,但他知道他们是年轻人,需要照顾。 就好像公主的母性本能被打开了一样,他陷入了这个角色,就好像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小狐仔变得更强壮,更健康。 他们的体重恢复了,他们开始有更多的能量。 公主会照顾他们,小狐仔们会跟着他转,就好像他们刚刚接受了公主小猫的新角色一样。 他会梳理他们,鼓励他们吃喝,在三只动物蜷缩在一起睡着之前和他们一起奔跑玩耍。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虎们的身体开始长大。 他们变得比公主更长,更高,更重,但公主仍然像对待自己的小猫一样对待他们。 当他们在打闹时变得有点过于粗鲁时,公主就会跑过去制定法律,让小狐仔们抱歉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散去。 看到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亚瑟看着他的小猫绝对制服两只巨虎时,他总是让亚瑟发笑。 可悲的是,老虎太大而无法再与亚瑟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到来了。 他们越来越多,经常会损坏房子里的东西,当然不是故意的,但东西仍然在被打破和砸碎。 不仅如此,喂养他们也花了亚瑟一大笔钱。 于是,他决定,带他们去当地的动物园,让他们从今以后照顾好他们。 然而奇怪的是,当他把他们塞进他的车后座时,亚瑟感到了极大的悲伤,尤其是当他们开车离开时,他看到公主脸上悲伤的表情。 幸运的是,动物园很乐意接受这些老虎。 他们最近建造了一个美妙的大型新院落,老虎可以在与自然栖息地非常相似的环境中奔跑和玩耍。 甚至还有一个大的有机玻璃窗,游客可以在上面观看他们的演奏。 因此,在告别之后,亚瑟将老虎交到了非常能干的动物园工作人员手中。 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好吧,他发誓再也不回动物园了,以免他因为丢下幼崽而感到内疚。 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誓言。 但多年后,公主病倒了。 他年纪大了,身体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抵抗疾病了。 亚瑟带他去看兽医,他们告诉他最好对他实施安乐死。 亚瑟伤心地同意了,但有一件事他想先做,他想给公主最后的款待。 因此,他前往动物园,不确定他会在那里找到什么。 将公主放在提笼里,亚瑟带着他穿过大门,前往老虎大院。 在那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多年前救下的那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看到了亚瑟,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人,透过有机玻璃窗上下打量着他,不确定动物们是否记得他是谁。 他把手放在窗户上,好像要抚摸他们。 老虎们看了看亚瑟的手,然后转过身去,就好像他对他们来说和每天来看他们的无数其他人一样陌生。 亚瑟确信他们一定不记得他,在他们走开时放下了手。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即将发生,任何人亲眼所见都无法相信的事情。 亚瑟随后抱起他的猫公主,并将他展示给老虎看。 两只老虎顿时亮了起来,跳到猫身边,开始轻易地扒着玻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他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养育他们,保护他们的动物,公主显然也认得他们。 亚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因为自从他们分开后,老虎们长大了很多。 但公主知道,这两只巨兽是他的孩子,一定是气味或其他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动物本能。 公主把他小小的身体靠在窗户上摩擦,对着老虎喵喵叫。 作为回报,他们也试图在妈妈身上蹭来蹭去。 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会议,让所有目击者的心都融化了。 虽然亚瑟不确定老虎们是否能够记得他们的成长经历或他们来动物园之前的任何事情, 但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并且仍然对他们的母亲充满爱意和感情,公主。 只是说明公主和老虎虽然不是一个物种,但是爱就是爱,一件好事会在所有人的记忆中长久存在。 在那短暂的一刻,世界上一切都很好,女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心爱的猫被两只鹰包围着,恐惧瞬间涌上心头。 她害怕鹰会伤害猫,就在她准备赶走老鹰救猫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 一个名叫帕姆的女孩住在白雪矮矮,荒凉的阿拉斯家,这是一个寒冷,沉闷的地方,被雪覆盖着,那里的恒温气很难暖和起来,但帕姆喜欢这样。 她独自住在安克雷奇外极英里的一间小屋里,在那里她有充足的时间在安静的房间里思考和放松。 在她的家里有两只漂亮的小猫,名叫蛋糕和曲奇,帕姆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孤独,但对于帕姆来说,这恰好是最轻松的生活方式。 帕姆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使她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她热爱宁静祥和的生活。 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观察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用心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让帕姆的内心更加平静。 帕姆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是,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当她出去晨练时, 她看到一群狐仔坐在湖边,他们看起来像是在野餐。 帕姆静静地看了几个小时,直到狐仔累了离开了湖,帕姆才不情愿地回到了家。 这样一个可爱又珍贵的形象一直存在于帕姆的心中, 她认为这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 这也为她的工作提供了灵感。 随着寿命的延长,她越来越喜欢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 不过,帕姆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关于她的两只小猫的事情。 帕姆原本打算让他们成为室内猫,但他们经常逃出屋子在雪地里玩耍。 起初帕姆生怕他们迷路或受伤,但通过观察,帕姆发现小猫们似乎不太会跑。 太远了,他们就在院子里玩,这也让帕姆很不紧。 她不明白为什么小猫们那么喜欢在院子里玩耍,而不是待在温暖的家里。 想了想,帕姆觉得院子里一定有吸引小猫的东西。 由于她非常了解小猫的习性,帕姆断定院子里肯定还有其他小动物。 由于每次帕姆专心工作时两只小猫都会偷偷溜出去,帕姆很担心小猫会被其他动物袭击。 在两只小猫中,蛋糕非常胆小和暴躁。 在与曲奇的战斗中,蛋糕由于体型小而常常不占优势,家里乱七八糟,这让帕姆很是无奈。 兽气包曲奇性格刚烈,性子温顺,喜欢探索和应酬。 曲奇经常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着窗外各式各样的小动物,仿佛自己和这些小动物有着某种联系。 正因如此,帕姆时常为她担心,生怕有一天她会惹上麻烦,惹上麻烦,伤害,或者更糟,因为她太擅长社交了。 好在这两只小猫都没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帕姆似乎也没有那么担心它们了,但是这一切的平静在一个下午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一天,帕姆在办公桌前工作,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确保工作安全,她集中了所有的精力,突然一个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听到屋外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因为声音太不寻常,帕姆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起身查看。 她悄悄靠近窗边,平住呼吸,向外看去。 好在屋子外面什么都没有,她松了口气,心中的恐惧也烟消云散。 帕姆打开门,再次确认她的院子里很干净,除了雪地里有几只小猫脚印,但小猫并不在。 帕姆这才发现蛋糕和曲奇已经消失很久了,这不像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在帕姆的印象中,两只小猫是不会在外面逗留太久的,这也让帕姆觉得事情不简单。 她在寻找小猫的时候,听到刚才咔嚓的声音,帕姆便仔细地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这时,她看到蛋糕突然从院子的角落里跳了出来,飞快地跑进了屋子里。 帕姆被蛋糕的行为吓了一跳,跟着她回到了家。 蛋糕来到阳台,帕姆发现另一只猫曲奇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用小爪子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帕姆叫着她的名字,希望曲奇能过来带她回房间。 毕竟阳台上很冷,但曲奇没有理会帕姆,也不再梳理毛发,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两只眼睛瞪着固定在某屋上。 皱着眉头,帕姆想知道曲奇在做什么,她不知道是什么让曲奇如此分心,所以帕姆顺着曲奇的目光看去。 出乎意料的是,出现在她面前的画面让帕姆大吃一惊。 她看到了一只令人惊艳的巨型白头鹰,比饼干大得多,全身长满了棕白色的羽毛,黄色的大嘴巴和锋利的爪子,显得十分帅气。 就在帕姆吃惊的时候,曲奇突然跳上了围栏,担心白头鹰会带走曲奇的帕姆惊慌失措。 她轻声叫着曲奇,生怕惊动了身边的白头海雕。 就在这时,一只老鹰毫无征兆地从树上飞过,滑向帕姆的房子。 帕姆尖叫一声,退回屋子里,她害怕自己即将目睹曲奇被老鹰夺走。 但这种情况并非如此,老鹰就停在栏杆上,静静地看着小猫。 曲奇并没有被老鹰的突然造访吓到,他们只是好奇地对视着。 这时,勇敢的曲奇大步朝老鹰走去,在离老鹰只有一只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老鹰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友好的举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曲奇。 突然,帕姆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情。 曲奇和老鹰彼此认识并且是朋友, 他们以前有过交集并以某种方式建立了友好关系。 帕姆正要开门喊曲奇,没想到,当另一只白头鹰落在第一只白头鹰旁边时, 爪子敲击栏杆的声音正是咔嚓咔嚓,帕姆恍然大悟, 原来是发声者原来是一只秃鹰。 接下来发声的事情让帕姆更加震惊了。 帕姆听到门口的台阶上传来小猫般的脚步声。 他赶忙过去查看,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毛茸茸的漂亮红狐狸。 帕姆很高兴看到如此稀有而美丽的动物。 曲奇也发现了狐狸的存在, 她跳下栏杆,来到狐狸身边,用头蹭着狐狸。 它们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之后,曲奇和狐狸紧紧地贴在一起, 它们感受着彼此的温暖, 而一旁的两只鹰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 仿佛不想打扰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猫、狐狸、老鹰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物种, 却能和谐相处。 这段经历让帕姆终生难忘。 它感受到了动物之间的温暖和关爱, 这也让它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